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每天需要快速筛检的民众越来越多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接获民众反应 因为七堵PCR快速筛检站已经关闭 造成七堵区民众要筛检 只能到市区或是暖暖区的筛检站 但是从民众传来的照片经常都是筛报 而且不一定验得到 对于老人家特别不方便 因此呼吁市政府应该要重开七堵PCR快速筛检站 七堵区本来有这个社区的检测站 为什么现在被撤掉 那导致我们很多的乡亲 包括很多的一些长者 必须要到市区去做检测 那到现场检测倒是不是重点 重点是到现场的时候大排长龙 有很多的乡亲已经几乎去排两三天都排不到 听说到十一点半就停止登记了 那秀易在这边就是提醒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人流也非常的多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七堵台铁的大站 包括我们的一个七堵南新市场 所以我们这边的确诊率就很难讲 但是不能用我们之前的数据 就是说把我们这边的这个整个检测站来删掉 那我是觉得说我们七堵火车站就在 就在那个我们基隆市来讲算是一个大站 那我们在这边交通非常的便利 你只要坐火车到我们七堵火车站 来这边做检测大概走路三分钟就到了 所以我这边在这边呼吁我们市府 能够就是针对我们之前这个检测站能够恢复 让我们乡亲更便利 杨秀玉表示相较于其他六个区 七堵区目前确诊人数或许不是最多的热区 但是范围大长辈老人家也多 重开PCR快速筛检站有其必要性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